此次发表文章的台湾陆军官校7名历任校长 包含第12任校长许丽农 第15任校长黄信强 第20任校长马登赫 第22任校长丁渝州 第23任校长张岳恒 第24任校长杨国强 及第27任校长全子锐 4月1号 他们共同签名发表题为 智杰 气杰 黄浦魂的文章 呼吁台军捍卫风骨找回初衷 台湾陆军官校第24任校长杨国强表示 台军近期受到很多批判跟污蔑 希望借由联合声明重新唤起黄浦军魂 彰显黄浦先贤的伟大情操 及热爱国家的精神 文章开篇回忆 1924年 魏想应孙中山先生打倒军阀 统一中国的号召 一群热血青年 满怀爱国情操和革命精神 不辞艰辛 分途秘密考进 设于广州黄浦岛上的陆军军官学校 升官发财 请往他处 贪生未死 误入私门 是孙中山先生为此笑书写的大门对联 由事而起 黄浦不为是一处军官养成所 更是汇聚爱国情操的知识殿堂 文章最后呼吁 吴辈后学自当传承爱国智节 以黄浦军魂守护两岸和平 映辑 优发放